身體虛弱到底依靠攢伏才能行走 男子不斷啜泣露出痛苦神情 因为他才刚经历一场恐怖攻击 现场民众则是气到不行 乌干达西部母旁渡阵一所超过60名学生的中学 当地16号晚间11点半左右 宿舍遭武装分子强行闯入行凶 不止砍伤学生还放置炸弹攻击 造成数十人丧命 民众质疑政府没能事前把关 因为这起犯案是跨境行为 疑似早有预谋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结盟叛军 民主同盟军的五名成员 几天前在边境周围活动 蠢蠢欲动 嫌犯不止攻击宿舍 还洗劫商店绑走其中六名学生逃回刚果 乌干达军方强调正弃捕嫌犯当中 近年来恐怖分子看准学校 危安松散还有大量学生聚集 时尚设定为攻击目标 不过乌干达则是时隔25年来 首度有学校遇袭 过去20多年来 民主同盟军在刚果经历活动 身为邻国的乌干达多次 共同打击恐怖组织 导致这几年被盯上成为 武装组织的目标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